了解了WCA服务的基本架构 还有它的特性之后 接下来我们就准备要来开发一个 简单的WCA服务 在这个WCA服务的合约里面定义 要提供给用户端呼叫的功能 最后再把这个WCA服务用户端的程式 把它做好 透过Prosity类别来呼叫 WCA服务提供的功能 完成我们的一个用户端程式的制作 那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个WCA用户端 还有WCA服务的话 从这个图我们可以看出来 用户端程式跟这个WCA服务沟通的时候 因为它是走80的连接铺 所以不会被防火墙所阻挡 所以就算我们有防火墙 那也挡不掉这个呼叫 所以我们可以发现 它为什么可以提供很好的互通性 就是这个道理 那如果说我的WCA服务需要去存取 SERV端的资料库的记录是没有问题的 所以这样出去得到 那我也可以把资料库取得的一些记录 传到前端的用户 给用户端来处理 OK 那这是对我们的整个 等一下要制作的一个简单的服务 还有用户端的架构长成这样子 那如果说我们要制作这样的服务 那等一下我们可以用VTUO Studio来做 那如果说做用户端呢 用户端要呼叫服务的话 其实我们的动作非常简单 那就像要呼叫自己电脑里面的类别一样 我们只要做三件事情就好 那第一个动作呢 我们先要做一个加入服务参考 要参考到我们的WCA服务的MetaData 得到一个Passion类别 那第二个动作呢 我们要引入这个Passion类别所属的Netspace 那最后呢 再利用这个Passion类别 产生一个物件 透过这个物件的方法 跟SERV端的WCA服务去沟通 再取回沟通的结果 那从这三个简单的步骤 我们可以看起来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我如果要呼叫一个WCA服务 其实跟呼叫自己电脑里面 其他的组件里面的类别的功能 其实没有很大差别 那为什么呢 因为如果说我们写一个单列程式 要用到你电脑里面的组件里面的类别 我们所做的动作就是加入参考 引入类别所属的Netspace 在呼叫类别提供的功能就好了 所以他的动作只有差在第一个 第一个动作做的是加入参考 而不是加入服务参考 OK 那等一下我们就准备来实做一个WCA服务 那我们实做这个WCA服务 它是会得到两个主要的档案 那第一个档案的服务档也是SVC 那这个SVC其实只是一个定义档而已 那就定义说你的服务的类别 在什么地方 服务的类别的位置 服务类别的名字在哪里 那另外呢 如果说要提供到歇夫 之前我们有谈到说你要提供合约 要提供合约 所以我们会把这个服务的合约 定义在我们的界面里面 那界面里面的功能 就是合约要提供给用户端呼叫的办法 那接下来如果说 我要把这个WCA服务把它host起来 然后你可以把它host在IS host在IS是最简单的 但如果说IS以外的 我们之前有讲过说 你要host在WDOT程式 host在WDOTS服务 甚至host在一个DUMAS服务也没有关系 那如果说要做设定呢 设定是靠设定档 所以我的WCA服务的设定 可以靠社会端可以靠设定档 用户端程式也可以靠设定档 那可以让我们的程式变得比较简洁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怎么做一个服务 那如果说做一个服务呢 等一下就打开我们的Vidual Studio 所以譬如说 我就把Vidual Studio启动起来 那启动起来 如果说我们建好的服务要放到IS里面 你可以用这个系统管理的身份 启动你的Vidual Studio 好 那启动Vidual Studio之后呢 等一下就把这个服务把它建起来 比如说我要建在我的电脑里面的RS 好 然后呢 那个在里面我就会得到个SVC档案 那SVC档案会跟你讲你的类别档在哪里 好 所以 等我的Vidual Studio启动之后 就选这个档案 选新增网站 新增网站 好 那新增网站的时候呢 等一下就选择 我要新增一个WCF服务 好 在这边 好 那如果说我要直接把它放到HTB Server 就选到这边 好 那我可以选设定我的这个WCF的资料夹 就是虚拟目录的位置 好 那比如说就叫做WCF Service 要确定 这样就可以建起来 好 那建起来它会给我们一个基本的档案 基本档案里面的功能 如果不要的 我就把它杀掉 好 所以等到我们这个Project建起来 我们主要来看一下 然后Project里面有什么东西 好 所以首先我们可以看到说 这个Project里面 好 放到总管里面可以看到 哎 我有个叫SVC的档案 好 那这个SVC档案 我们说它是定义 定义你的WCF服务的类别 在什么位置 好 所以等到我们把它建好 你可以发现 我的Project资料夹底下 一个叫Service.SVC 好 那为什么说它是定义档呢 你就把这个Service.SVC打开 好 打开之后呢 你可以发现说 里面就告诉你说 我的档案在哪边 我的档案在APP底线扣 资料夹底下 叫做Service.CS 所以定义服务功能里面的就是这个Service.CS 在这里 好 那这个Service.CS 其实是实作一个 iService界面的类别 然后这个iService界面的 其实就是我的服务的合约 所以如果说把这个SVC 了解它就找这样子 那我的提供服务的类别 档案在哪边 类别叫什么名字 那类别如果把它打开 你可以发现这里的Service 它是做了iService 类别界面 OK 那这个iService界面 iService界面 如果你把它打开 你可以发现 它的界面上就标示成一个 叫Service.Country 那这个就是我在前一个 前一个Session里面有提到 我有个界面 界面要标示成Service.Country 就是一个服务合约 那界面里面的功能 如果说界面里面的宣告的方法 如果要给用户端来呼叫 就会加上Operation.Country 那你可以发现 这个Service里面就提供了两个方法 这两个方法呢 一个叫GetData 一个叫GetData Use Data.Country 好 那在前一个Session 我们还有提到 如果说我们要提供给用户端呼叫的方法 的参数的形态 或是传回值形态 如果是内建的资料形态 当然内建的资料形态 那么它就可以通过Internet来做传输 这个就不需要做处理 但是如果说今天我的这个 我的这个传回值的形态 或是参数形态 如果是自定形态 那自定形态的话 我们就另外定义这个Data.Country 定义这个Data.Country 好 那这个Data.Country 所以我们后面会在细部的去描述它 OK 所以如果有自定形态 一定要记得定义Data.Country 那我们的自定形态 才能够转换成 可以透过网记网路传送的 那个风包格式 传到用户端 OK 所以就把这个了解了 那如果说等一下 我们要为我们的这个 Data.Country 提供一些方法 好 那假设我们要做个简单的服务 我可以把这个 这个叫GetData.Use Data.Country 这个先把它拿掉 好 那拿掉之后呢 我就没有一个这种特殊格式 没有这种特殊格式呢 我们就得到一个简单的方法 叫GetData 好 那因为没有传绘值形态 或是参数形态 没有特殊格式 所以我就不需要定Data.Country 就把这个拿掉 好 拿掉 那我可以把这个服务里面 服务合约里面要提供的方法 稍微把它整理一下 好 比如说我想得到一个那个 我要做一个功能 这个功能叫做查询股票价格 叫做GetData.Price 好 那如果说要查 就把股票的代号 代号 比如说叫做ID 然后股票的代号传进来 然后就把股票的价格传回来 假设价格是一个有小数点的数字 就把它叫做Flow OK 就这样子 这个就是我的界面 我的服务的合约 我的服务合约只有提供一个 叫做查询股票价格的方法 那呼叫端 也就是WCM用户端 只要传入股票代号 我就把股票价格传回去 那至于这个股票 我可以模拟到资料库里面 去把股票查出来 或是 我那个要示范 我就从那个乱数来产生 OK 好 但是我的服务合约 如果改变之后呢 等一下我的服务的类别 实作这个界面的类别要重做 重做的话 我就把这个类别里面的方法 先把它拿掉 这些实作方法就把它拿掉 拿掉之后呢 我就针对这个类别实作的界面 按右键 选实作界面 实作界面 把这个界面里面 宣告的方法 全部加进来做实作 那加进来做实作 你就可以发现 我就得到个叫GetStartPrice OK 好 那我就把里面的功能做起来 好 那这边呢 我们是把它做的比较简单 比如说我只要 那个用乱数模拟 产生一个股价 这样就好了 好 所以就用这个Rain的类别 建立一个物件 好 那建立好之后呢 等一下我要传回股票价格 好 股票价格呢 我就直接从这个Rain的类别物件 直接来呼叫Next 好 NextDouble 好 NextDouble呢 就是产生一个 这个Double 0到1之间的小数 但是0到1之间的小数 如果当做股票的价格可能就太小了 太小就把它乘以下 乘以下R.x 好 我把它放大一个数字 那这个数字呢 我希望产生一个1到100之间的数字 好 那就把这两个数字相乘 乘完之后呢 把它转型成这个 那个Flow 那如果说我只要Flow就好 就把这个乘完的结果 转型成Flow 就这样把它揣回去 OK 好 所以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做好呢 我就把它建置一下 好 建置如果没有问题呢 你可以发现我们的服务段就做好了 好 那服务段做好了 我们说如果要给用户端来用 那我就必须要产生一个叫MetaData 那这个MetaData其实是可以自动产生的 好 那自动产生的 等一下产生好之后 就可以得到个Passion的别 那么用户端程式就可以来呼叫 服务端提供的功能 所以如果要做个服务端 其实还蛮简单的 好 那做好这个服务端之后呢 其实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服务端 把它执行起来 好 那这个执行起来 其实我们看不到结果 但是我可以看到说 如果你要用用户端 要怎么去产生这个MetaData 利用这个MetaData得到类别 OK 得到这个Passion类别 好 那执行的时候 你可以看到我们有一个服务的网址 好 这个服务的网址 等一下要把它call下来 我们要建立这个用户端程式的时候 都可以用 那如果说我们是从Visual Studio 要产生这个Passion类别 我所要做的动作 就是加入服务参考 那么你也可以用那个命令列工具 命令工具就是用这个SVC UTT 去产生这个Passion类别 这样也可以 OK 那这个 至于如果说有这个Passion类别之后呢 那未来我们的城市 如果要呼叫 SERVO 断替供工人 假设我得到的Passion类别 叫做Service Client 就利用这个Passion类别 产生一个物件 再利用这个物件来呼叫 SERVO 断替供的功能 服务断替供的功能 做完了把这个物件关掉 这样就好了 那这个命令呢 这个Passion类别 会有个基本的命令规则 也就是说我要用的这个WCA服务 如果它的类别叫做Service 那我得到的Passion类别 就叫做Service Client 它会在你的WCA服务 WCA服务里面 实作界面的那个类别 尾巴加上这个Client 当做预设的命名 这是一个习惯的命名 所以我的类别如果是叫做Test 那我得到的Passion类别 就叫做Test Client 所以这是我必须自己要稍微记一下 所以那因为我刚才产生这个类别 它预设的类别名叫做Service 所以等一下我们得到的这个Passion类别 就叫做Service Client 所以我们的Service端就做好了 那丢到浏览器执行 我可以看到一些资讯 但是这不是执行的结果 它提供说我们用户端要产生Passion类别 要解析Metadata的网址在这边 那未来用户端程式要这么写在这边 那接下来如果说我要写个用户端 那我就从这边 从Visio Studio去加入一个新的Project 加上新的Project 那加入这个新的Project 我就比如说要做个CShop的 Vidows程式Project 那我就把这个Project把它做起来 那我可以找个地方把它放好 找个地方把它放好 那放好之后等一下我们来看一下 我就把它做在同个Project里面 OK 然后做同个放在里面 那接下来我的用户端如果说要制作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用户端制作要怎么写 所以这是刚才我们看到的 这个Servant端会有个SVC档案 那用户端呢 用户端要执行加入服务参考 或是用SVC utility去参考的对象 就是这个SVC档案 那就可以自动利用这个产生的Metadata 得到个Push内别 那这个SVC档案里面的格式 就刚才我们看过了 那里面会透过这个Service属性 指到你的提供服务的内别 还有这个内别的档案在哪边 OK 那如果说要做这个服务 我们刚才已经把这个服务做好了 比如说我们叫服务的界面 服务的界面 有加上这个Service Country的界面里面 提供一个叫Get Start Price 希望可以查股票的价格 然后传入股票代号 得到股票价格 那因为这个方法要给用户端呼叫 所以我们进加号 Operation Country 那接下来我通过内别 去实作这个界面 再把这个界面宣告的功能把它做好 那做好就把服务端做好了 那如果说要做用户端呢 等一下我们就可以用加入服务参考 或是用SVC utility 这个SE 这个是个密切列工具 所以用这个也可以 那或是用加入服务参考也可以 那接下来我们就得到一个PACC类别 那我们就要学会用这个PACC类别 那里面还有提供同步呼叫 跟非同步呼叫的功能 那我们就可以很容易的跟Service端沟通 那如果说今天我要做那个用户端 我要去做这个加入服务参考的功能 我就要执行抓一个功能表底下的加入服务参考就好 想办法参考到SVC 也就是刚才我们执行的时候得到的那一串 所以这个格式如果不记得没有关系 你就把这个网址打开来看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网址 所以未来如果说我们要呼叫是远端的DOMCF 那改的就是这个IP 这个IP跟这个虚拟目录的位置就好 那当然我必须要知道说这个DOMCF它的SVC叫什么名字 如果说自己本机端的就执行一下就可以把这个call下来 好了当然未来如果说我的DOMCF部署的不是在localhost 就记得把这个改一下 好所以接下来就把用户端程式 然后右键点到这个用户端程式的Project 选加入服务参考 好那把刚才我们这个server端提供的metadata的网址把它贴进来 好移植 好移植就是抓到这个位置 那如果抓成功 等一下服务这边就会得到一个服务的功能 所以就有个service类别 好实作iService界面 里面有提供getstartprice方法 好那如果这个资讯都没有问题 我可以给他一个命名空间 比如说就叫wcfservice 好那我的price类别就会放在这个netspace里面 好确定 好这个加入服务参考就做好了 好那刚才我们讲说wcf用户端 做好加入服务参考 接下来就移入netspace 呼叫price类别提供的功能就好了 OK好所以我的第一个动作就做好了 好那做好了这个是加入服务参考 好那你可以给他个netspace做好按确定 好那得到这个netspace之后呢 得到这个price类别好 那我们就可以执行 通过这个netspace提供的功能来执行 呼叫什么大的功能就好 所以我们执行加入服务参考 会得到个price类别 price类别的命名 会以你的服务类别的名称 后面自动补上clive OK 所以比如说我刚才我的netspace叫service 得到了price类别就是serviceclive 那未来这个serviceclive要被 西向被这个单列的开发工具所辨认 我们要先引入好netspace 引入好netspace 好那我就把这个serviceclive把nets据起来 好nets据起来得到个物件 通过这个物件呼叫服务端提供的功能 得到你的结果 那这个结果拿来使用之后 就把这个产生这个price类别的物件 拿来呼叫close 这样就做完了 好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准备来查询股票价格 比如说就在我的城市里面 按个button 虽然我现在做的这个城市是一个wood城市 但如果你要做网页 这是网页城市也OK 甚至这是一个智慧型手机的城市也没有问题 OK 所以我就这边我就把它叫做查询股价 好那我就把这个button button就叫btnquery 好那现在等一下我希望说user如果点到这个按键 我就做个查询股价的效果 好那因为我的类别呢 我就知道说我的类别叫做serviceclimb 刚才我看过它的命名 好但是这个没有变色彩 就自动对它做个解析 用滑鼠右键点到它选解析 然后得到这个netspace把它加进来 好那就可以产生一个物件 price类别物件 好那这个price类别物件产生出来之后呢 我们就可以拿这个物件 呼叫我的getstartprice 呼叫服务端提供的功能 好那刚才我们说 如果你要查股票代号 假设我的股票代号是1234 好就会得到股票的价格 好那这个价格呢 我就把它叫做startprice 好那得到这个价格呢 如果说我要把这个价格写示出来看 我可以用个很简单的basicbox点show 把这个startprice to3之后把它秀出来 好那接下来如果说工了又完了 我就把这个price类别物件 呼叫cross 然后结束连线的处理 好这样就写完了 好写完之后呢 我就把它弄起来 好那弄起来之后呢 我就直接对我们的程式里面 这个查询股票的按键按下去 让它去呼叫wcf服务 好那得到的结果我就把它秀出来 就这个钱 OK好所以那如果说今天我要把这个股票价格做成货币格式的显示 好那就再加个那个c格式这样就好了 好那加上c格式之后再来呼叫看看 它得到的应该就是一个价格 它这样就比较好看一点 OK好所以这是 透过一个简单的这个wcf呼叫得到的一些结果 好所以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说 我如果说要做个wcf服务的sever端 其实也很简单 好要做个用户端也更简单 那当然我们的服务不是只有这样简单功能而已 我有说过它有几些很不错的基础建设 可以让我们做传生许 可以做安全性的管理 可以做可靠度的处理 那还有呢它可以提供很多的协定 那至于要提供什么协定去协助不同的用户端 这个我在后续的这个边做边学的教学 线上教学里面会来讨论 那另外呢我说过还可以支援是网页的用户端 或是智慧型手机用户端 那这样的制作呢 包含如果说我们要做一个那个更进阶的 所谓的Race4的界面的处理 我们就在后续的这个线上教学会做进步的讨论 所以我们第一阶段我们就谈到了 整个WCF的一些基本的特性 它的优点 还有呢它的基本架构 还有一个简单的服务端怎么做 一个简单的优惠端怎么去制作 那刚才我们在做的这个简单的服务端之间 我们其实只有用到两个合约 那第一个呢叫做Service Country 定义我们的整个服务合约 还有服务里面提供什么功能的Operation Country 那至于比较进阶一点的所谓的Data Country 还有呢如果说你要改变这个传输讯息的这个格式 的Mesh Country 甚至我们要做错误处理的Fall Country 我们都还没有谈 不过没有关系 我们慢慢会来做一些 那个讨论跟了解 这是不认识的 我们开始打算 我们开始打算 了解 我们开始打算 好